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人民的好朋友 邦邦会收看本期的者是常识 生活中病菌无处不再无控不入 虽说人体免疫系统能抵挡和消灭非常多的病菌 但有些病菌可能比免疫系统更强大 容易诱发疾病 更可怕的是 这些致病菌就暗藏在胛中 随时可能引发健康危机 这种菌会把肠子刺破 它就是刺肠菌 又称为视炎性细菌 它是一种会把肠子刺破的负荣性护菌 其特点是必须在有盐分的环境中才能生长 海蝉食品正是它喜欢的生存环境 但除了海蝉品以外 触禽肉、咸菜、咸蛋、淡水鱼等也都发现它的存在 它可以通过空气、液体、感染者的分泌物等节制进行传播 是一种传播途径广 且极易形成交叉感染的病菌 它的潜伏期短 而起病急症 罚热和腹痛、呕吐都比其他肠道传染病更为严重 情况严重时细菌还会直接进入血液 引发败血症、感染中毒性休克 甚至导致死亡 哪里最容易自称刺肠菌? 答案就是冰箱 如何正确使用冰箱避免感染细菌? 食物分小快冷冻 病菌在适宜的温度下8、9分钟就能繁殖一旦 食物在解冻过程中 病菌的数量可成为增加 建议其小块冷冻食物每次拿小块解冻并吃完 避免反复解冻再冷冻 冷冻食物的温度设置需要低于零下18度 虽然刺肠菌在零下18度的环境中不会被杀死 但是会让其停止生长与繁殖 正确摆放食物 由于细菌是往下走的 所以无论是冷藏室还是冷冻室 都应该把食物取一分存放 不需要加热的食物 直接入口的食物 例如水果、三文鱼、冰淇淋等 尽量要放在上方 必须加热的食物 例如冻鱼、冻肉等食物 尽量放在最下面的抽屉中 中间区域则可以存放 例如冷冻水饺等速冻食品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